觀心病是各種心臟病裡面的頭號殺手 若急性病發對病人很危險 有關注心臟健康的組織 在去年11月和今年1月訪問二百六十幾個心血管病人 過半數人患病超過五年 三成受訪者曾經最少一次急性心機緊塞 當中六成人最近一次病發和上次相隔五年 中大醫學院說 現時普遍使用的抗血小板藥六甲類成效較慢 國際研究就發現新一代藥物替隔瑞諾 更有效降低觀心病復發和死亡的風險 但是就存在病人出血的機會 當個血小板被稀釋了 或者是血沒有那麼容易有這個血塊積聚的時候 它出血的機會或者是出血之後 身體自己去止血的機會相對都會慢 所以來說就會有這個出血的風險 這個當然少的 當然可以是一些 只是一些魚 一些輕微的損傷 可能催脫會久了 緊要一些可能 例如臺出血 腸胃的出血 很少很少會發生的機會 但比較嚴重的出血 就是一些 譬如說老出血 中大指 本港4月開始已經引入新藥 但是目前限於私家醫院和診所使用 一日藥大約是25元左右 余卓民建議政府盡快引入新藥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周靜民報導 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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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